詞曲 李宗盛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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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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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的問題都會問 台灣民進府是什麼組織 一定有人這樣問 民進府的主張是什麼 為什麼民進府所說的建政法 我不聽過 那建政法到底是什麼 還有為什麼 我們將來就 流亡中國軍會到來台灣 還有什麼是簽名 很多民主都沒有了解 軍事簽名不能移鑽出款 有什麼案例 如果拿出國際上 民進府存在的政績 很多民進府 要來講給鄉世 首先 我們的台灣民進府 這個國際上的 蘇擁的名書 是叫做Civil Government 這個Civil Government 也可以說Civil Authority 用環罪漢文的意思就是 民主的管理 或是民主黨局 民主政府 或是民進機關 都可以這樣來解釋 這個民主黨局 不是軍事黨委要注意 不是軍事黨委 但是 是公政 所以這行發如至秩序的 國際的機關 他也可以來區分分別 中國的管理 也許是政府的管理 這是堅持到歐洲的理事 歐洲的政敵和理事 在中國方面 的通道可以 為助電油是 任律政府的台面書 是跟上帝政府或是神聖的政府是不一樣的 第一名民主政府的出現是在17世紀的時候 17世紀是歐洲的殖民主義 市民主義很發展一個世紀 已經過差不多一千年的中世紀 歐洲中世紀的政教合一 就是政府和宗教 宗教可以管理到政府世俗的一些事務 所以到17世紀市民主義大發展的時代 那歐洲不發展開大幾部的宗教戰爭 所以到歐洲很多國家的人民 就刷去美洲殖民 第一名民主政府出現在美國 英國 當時是英國的市民地 羅德島州和普羅維登斯省 是一個基督教的牧師 它建立的civil authority 所以在管理國家有三種管理的形象 一個是民主的管理或是民主政府 或是civil authority 第二是軍事的管理或是政府 或是military authority 第三種是 以前 比較多 歐洲中世紀時 比較多是宗教權威 或是宗教政府 是religious authority 在歐洲中世紀時 他們當時很多國家都是政教合一 但是現在很少了 現在大部分國家在憲法 憲法都有擺除任何宗教權威的條文 但是現在存一些國家還保留政教合一的狀態 就是伊朗、沙烏地、阿拉伯和梵蒂崗 現在要說 我們說的建政法 或是國際法 它的來源 這個屬性的來源 是由歐洲的竹聯法 來換電材 所以要先說竹聯法 在17世紀有英國的哲學家 John Locke 他認為說竹聯的管理 是包括生命管 自由管 財產管 這是相對 適合我們人的 這些管理 不是人給人 是生給人的 相對給人的 所以我們人也不能自圓放棄 包括你 你自己要衛生做路 這也是不行 別人也不能把你搬下 這個竹聯的管理 在美國的獨立宣言 是由Thomas Jefferson寫的 以下在獨立宣言 有什麼說人人 人生來是平定 照護主 給他的一些 不能補充的管理 其中包括 生命管 自由管 追求性 好的管理 所以為了要補充這些管理 人之間就形成一個禁戶 來管理 來保護這些管理 當時 歐洲 竹聯化的 發展 真有名的一個人 是義大利的人 他叫做 阿葵納 Thomas Aquinas 竹聯化的 竹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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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影響很多國家的法律 和政治 尤其是英國和美國 他們是很尊重的竹聯化 竹聯化的理論 我們最開始是由古希臘開始 在希臘的境目很重要 但是 竹聯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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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聯的對象 對象 這些竹聯的對象 竹聯 竹聯對象 是不可分割的 竹聯化 竹聯的對象 是人 人 是最小的一個單位 所以 不可以被分割 你哈哈哈 我只讨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 它是一个环境的一个讨论的对象 不可分割 那这后来也发展并做 国座法里面说的对象就是国家 把国家当作是一个人 不能任意分割 主连话 说起来就是 我们说的差不多就是 人本善 人之初心本善 就是人 主连话的引导 人去追求善 所以兄弟是主连话的创立者 人是主连话的遵守者 遵循者 人都有本性 朝向追求去善的那个本性 为主连话的法电权的国际法律 有很重要的两本掌 一本是The Law of Nations 这是一个法国人在一七五百年下的出版的一本掌 这本掌是讨论 当时欧洲很多国家 所以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很多问题 所以这位法国人 他就删这本掌 是讨论 国家的关系和政治的客户 这本掌很重要 他在 国家法的 第一轮和事务当中 让这个领域 国家法领域现代化 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本掌 到现在为止 又是影响国家的关系很重要的一本掌 这本掌 就是 美国的开国的总统 George Washington 在他四条后 那个 在他四条后 就在英道来掌握 这本掌 他把他藏起来 没拿出来 到最近才 让人发现 到美国国家的图书馆 第二个重要就是 这本掌 有很大的影响 就是 美国是一个 新成立的国家 所以 他的总统 Benjamin Franklin 就说 这本掌 是 基本上出现 对 他们这个新兴的国家 是很好 的一个参考 要常常去参考 咨询的 很重要的诉讼 所以 万国公法 才是国家法 上官的右手 这影响到现在 第二本掌 第二本掌是 Elem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就是 国家法的 万力 一本掌 美国人 这本掌是美国人 是新兴的 是新兴的 环境做漢文在 清国的时候 當時,有一位中路教會的牧書 中路教會的牧書反映作漢文 後來,到日本的時候 有日本人反映作合議的漢文 有一個故事就是 這個 當時的德川幕府 有一個很重要的大臣 叫做聖海洲 他為美國學習 或是海軍軍事回來 然後,當時 在長洲藩 和長洲藩的版本龍馬 他要推動一個日本的維新革命 一個計畫 這個版本龍馬 價位要去暗殺聖海洲 所以他就去接近聖海洲 但是 他接近聖海洲之後 反而被 這個聖海洲影響 他給他介紹的 這個版本龍馬 是日本 台進奉還的策劃者 也是實際的操作手 他本來要暗殺聖海洲 但是反而被聖海洲影響 介紹這本書 讓他知道說 未來是國際法的時代 一奧的戰爭法是 從屬於萬國公法 國際一奧的戰爭 不可以超過的萬國公法 當然有一個秀的故事就是 所以 版本龍馬本來就是 因為他要推動明治維新 所以有很多 暗殺行動 所以他就跟他的 黨友說 他要在 在室內 打鬥的成功的越來越多 他是認為說 一支小小的小太刀 比較靈活 比大太刀 比較實用 所以他的朋友呢 有一次就 拿小太刀來 競爭這個龍馬 龍馬拿出一支襯 他跟這個朋友說 這支小太刀 他拿這支襯 他說 這支襯 比小太刀更有威力 然後後來這個朋友 又來見這個龍馬 他也帶了一把槍 然後龍馬就跟這位朋友說 這次他就拿出 一本萬國公法 他說 手槍只能殺傷敵人 但是這本萬國公法 可以振興日本 所以後來 明治維新成功之後 明治天皇 在一百六百年的 立委背後 向各國頒布的 開國遭遇 來的已經生理 萬國公法 將萬國公法 動作 日本對付 強權的武器 因為 因為 在國 和萬國公法 是 建立在 較高的 又是我們 形同是 上帝法 如的主連法 可以規範 和萬國社會的 一間的 互動 所以 我們知道 萬國公法 是 為自然法 衍生出來的 所以 有具備這個 自然法的 概念 知道自然法 在討論的 對象 最小的 單位的對象 是人 所以 以討論的 對象 把 國家 當作是一個 人一樣 是 不可分割的 對象 在討論 好 這位就是 這個 萬國公法的作者 1826年 這位是 Henry Wheaton 美國人 基本上是 一下的 這位是 翻譯成 那個 中文的 是 那個 一個 牧師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這是一位 牧師 好 現在我們 進入 更主題 就是 戰爭的概念 的結構 現在 化電到現在的 戰爭法 就分為 幾個系統 第一個系統 就是 海牙公約 維持的系統 這是包括 一百五年里的 巴黎 海檢酸炎 一百六百年的 聖彼得堡的酸炎 一百九九年到 一九九七年的 海牙公約 這主要是 限制和這 做戰爭 和方法的 調整 以及 管理法 第二 的系統是 日內瓦 公約的系統 是包括 一百六十年 一九二九年的 改善建築 的 最佳 台幼的公佑 還有 一九四十年 改善 無宗靈丸 相反 台幼的 公佑 以及平民保護 和修蘭 這些公佑 第三 的 台幼是 各個 方釋理會 總會 有關 建進部份的公佑 這個公佑 包含 條案 習慣法 各個領導法 各個人 人道法 是 只適用在 武裝衝突 期間 目的是 保護 生命 健康 和人類的重點 第四的 體系是 1940年的 米國 陸軍總署 攸關 建進 的 回編 第五的 部分是 米國 最高歡迎 攸關 建進的 這是 建進的五大 體系 建進化的五大 體系 這是 第四、第五的 體系 沒有說 豪西是 建進的終止點 軍事行動的 終止 兵 等同於 戰爭狀態的結束 其實到現在 台灣就是這樣 戰爭狀態 尚未結束 在國際法庭 對國家 自立 求責的方法 分成 復仇 和建進 兩種 建進 和復仇 不同的地方 就是 建進是 隨時隨地 都要 蘇擁不離 但是 這個 戰爭的 要求是 很嚴格 它有規定 根據 海牙公約第四 第四公約第一條 開箭 鑽研 Declaration of war 是要有理由的 還是 很明顯 最後通牒 ultimate 這樣才可以 形成 建進 所以 要有理由 不是說 打就打 這樣不行 要有理由 這個 選檢 的概念 選檢後 這個聲明 就代表 這個國家 承認 是在敵對的狀態 那 不宣核戰 不說 來檢視 現在是一種 規避戰爭法的犯罪 現在很多政府 補完一選 補這個宣戰聲明 是委婉的 改造 警衛行動 或是 獲授權實用軍隊 在聯合國 參加 韓箭 之後 很多 國家把他們的 建進行為 來 標籤成其他的 東西 如 軍事行動 還是武裝回應 譬如說 美國 美國參與 越南跟 伊拉克戰爭 的時候 美國國會授權 使用軍隊 來 無法標 選 的聲明 還有當時 法國 他們有一些 殖民地的事物 他們 沒有宣戰 因為他們 不想被稱為 這些 國際的紛爭 建進法裡面 有兩個概念 尖命跟征服 尖命 occupation 有兩個 建議的萬件 就是 尖命不能移尊租款 尖命不能秉囤 這個土地 最好 要結束這個尖命 要由 當地人民 來組織民進府 第二 概念是 征服 conquest 就是說 occupying power 這個 尖命 款 這個 軍事 必須要 有兩個條件 就是 有零零來 鐵鐵 結束政經 第二 零零就是 有法度來 簽署 條約來選國 本身是 簽領款國 來舉一個例子 就是 美國總統布希 在 2003年的 3月17日 這個 白宮選佈 由 伊拉克總統 海山 48點進入開 否則 開戰 這就是 漸進化的 最後通牒 由 選佈一個 最後通牒 才能 形成 合法的 戰爭 接著 在3月19日 10點 15分 在 白宮 宣戰 3月20日 米軍都 先選佈 空中進行令 這就是 領空的 佔領 同時 伊拉克 沒有抵抗能力 連後 美軍就全面 簽領伊拉克 好 我們現在 都會問說 危機的 建進化的概念 都會問說 第二個問題 建進是什麼 簽領是什麼 什麼時候開始 簽領狂 是誰 簽領狂 簽領狂 是誰 簽領是當時才可以結束 我們以後有三個案例來探討 我們以後有三個案例來探討 當時的 國際社會 沒有希望伊拉克有掛牛的動作 所以 美國在 簽領區 就安排 當地來生理 伊拉克的民進府 很好吃 美國 因為 他有簽領地的出份和 分配款 所以 美軍就安排一個時間表 由美軍 將伊拉克的租款來 向伊拉克人民的民進府 那成立民進府 美軍 軍事占領 就應該要結束了 後來 美軍有留在伊拉克 是因為聯合國要求要維護 伊拉克的穩定的任務 這是跟軍事占領無關 對 來指揮紀元 美國規劃這個領土 這個官吏的帖 這個官吏的帖 為 著 為 美國軍事政府 比如說 波多利各 這個領土 有捷運 掛牛 給美國 這是 在美西戰爭 波多黎各有條約各讓給美國 所以他的民進府要通過美國國會 通過一個組織法才可以勝利 一年半了 組織法通過民進府勝利 這命也全民結束 當然這樣也表示美國軍事政府 對這個娘頭的關閃也全民結束 這愛因有比國總統有一個正式的宣佈 三個問題 第一 假面開始 當時開始 就是當地軍隊投降 還是已經沒有反恐的跡象了 所以佔領開始了 那誰是簽名款國 簽名款國 還是主要的簽名款國就是很好吃 有時候 其他的軍隊是派到這個簽名台來辦理簽名的事情 這樣說這是次要佔領全國 等一下會有敘述 第三個問題是當時簽名的結束 美國軍事政府 如果以高當地主權 新成立的民進府 美國聯邦政府成為當地合法的民進府 這樣就可以結束簽名 是由美國總統來選佈 結束簽名 那民進府是一具戰爭法來行刑的 在建立的建築之後 有一個軍事簽名的事件 美國來說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軍事政府跟民進府 其間的區別應該要很清楚 民進府民事管理 以外是在軍事政府底下 所以我們現在成立的民進府 我們還是美國軍事政府在管轄 這點要清楚 來改遷這個名書 軍政府跟民進府 這個軍進府並不是戒嚴 戒嚴是在本國裡面才是戒嚴 軍進府是合法使用 這個概念在外國的領土 所以叫做軍政府 那民進府的是 民進府是一個地區 或是一個國家的政府 文職的官員來支付的管理動局 一般是根據美國國會的 憲法的權利管理之下 跟軍事政府是有差別的 跟軍事政府是有差別的 那我們來講一個例子 美國跟墨西哥戰爭 美國跟墨西哥的戰爭 破壞原因是 墨西哥跟德克薩斯共和國 期間有邊境問題沒有解決 以及還有美國的東西的擴張主義 在一百三六年的時候 德克薩斯 就是現在的德州 德克薩斯結明 他生成了一個 德克薩斯共和國 跟墨西哥一間有邊境的爭議 當時墨西哥沒有承認 德克薩斯獨立 宣佈要把德克薩斯 重新併入墨西哥的領土 平均國美国 如果自己兩國會破壞建政 因為美國的擴張主義 當時1846年4月24號 還是建政還是破壞 那奧萊西美國戰勝 美國征服了墨西哥 在1847年1月13號停戰 然後2月2號簽署條約 最終停戰 當時美國就獲得 加利福尼亞內華大猶太的專保地區 還有克羅拉多亞利桑那是墨西哥和俄華民 部份的地區 那墨西哥還要支付1825萬美金給美國 第2個例子是美西戰爭 美西戰爭是1999年美國 為了要奪取西班牙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 來控制加勒比海來發動的建政 在19世紀末 我們說 古巴的民眾開始懷孔 和西班牙暴虐的統治 但是西班牙官方進行殘酷的軍事鎮壓 那美國就介入了 因為它 在加勒比海很久 情勢很緊張 美國政府就派一個軍艦 免營好 去古巴要保護美國的僑民 但是後來免營好博物 所以美西戰爭就爆發 後來 那個 美國戰勝了 承認古巴獨立 要求西班牙軍隊要撤出古巴 那因為戰爭有在古巴 波多黎各跟菲律賓同時進行 所以就割讓這三個地 在簽了法國巴黎條約 根據合約西班牙要有完全放棄古巴 還給波多黎各關島殖民地掛入給美國 還給美國兩千萬美金 把主權賣給 把菲律賓主權賣給美國 建進了 結束了 掛入給美國 以上的地區 是 美國國會要通過法律 在地民進府才能行行 這是 割讓給美國的領土 譬如說 加利福尼亞 菲律賓關島 波多黎各的情況是這樣 我們來看這個表格 在地民政府 要取代軍事政府管轄領土 有 加利福尼亞州 關島 波多黎各跟菲律賓 軍事這麼樣的開始的時間 是 加利福尼亞是1847年1月13號 那美國國會行成民政府 是在1849年12月10號 這差不多兩年 來看這個觀眾 是在1898年6月21號 被美國軍事占領 但是 美國國會來形成一個民進府 關島民政府是1950年1月1號 這個已經過了52年了 過50年才成立民政府 但是 我們台灣民政府更久 第三個是波多黎各 1898年8月12號 美國軍事政府占領開始 到形成民政府是1900年5月1號 那有一個福雷克法案 通過這個 國會通過這個法案 就形成民政府 等於是菲律賓 1898年6月14號 軍事占領 那形成菲律賓民政府 是在1901年7月4號 好 那這個福勒克法是波多黎各 波多黎各的一個法案 是 1900年的時候 美國麥金利總統簽署成立 一個在波多黎各文官政府的民喚 這個法案就是 福勒克法 好 那福勒克法大致上就是 新政府是有一個州長 眾議院 還有35名的明算的議員 和最高歡迎的司法提醒 有委任行政會議的成員 以及無表決權內 常駐在美國國會 無表決權內常駐委員 那PICO 收委聯邦法案 法律 是要在 在波多黎各 是要在 波多黎各執行的 所以 好 好 這是 好 這邊是波多黎各 好 這邊是美國 好 這看得更清楚 這邊波多黎各 那邊古巴 那第二個情況是說 在地的人民 行成民政府 不用經過這個美國國會的 組織的法案 比如說有一些例子是古巴 琉球 伊拉克 是第二種情況 那這個不是割讓給美國的地區 所以是在地的人民 形成民政府 如果在地的人民要爭取比較大的資質 那正確的方法就是成立自己的民政府 那在這個民政府成立是在美國軍事政府的管轄之下運作 一直到美國總統決定這個領土是完全獨立或是變成一些其他的獨立實體 好 那民政府成立的時間 古巴 1898年7月17號是美國軍事占領 行成民政府是1899年中 好這差不多一年的時間 那第二個是琉球 是軍事占領是在1945年6月23號 那行成民政府的話 是在1952年4月1號 伊拉克的話是2003年3月20號 美國軍事占領 那行成伊拉克民政府是在2003年7月13號 好 1898年7月17號 古巴因為西班牙投降被美國征服 巴黎條約生效 西班牙是懸空割讓古巴 沒有指定說哥哥美國 跟情況跟台灣不一樣 一直到1902年5月20號 美國總統才宣布美國軍事政府結束 古巴共和國裁建國成功 台灣目前仍在美國軍事政府管轄 美國國會也沒有通過任何提升台灣地位的法案 台灣是屬於美國憲法管轄的外國佔領的領土 這個是不是現在台灣關係法的爭議 好這是加勒比海 好 這個佔領不得已轉主權的證據 就是2003年3月20號到2010年8月19號 美國對伊拉克這個海山專政獨裁政權的反獨裁戰爭 那伊拉克有重組民政府自治 居士佔領7年後就歸還主權給伊拉克民政府 那他沒有成為美國的一種也沒有變美國人 所以說佔領不得已轉主權的證據之一 這是伊拉克的位置 這是伊拉克的位置 這個是由空中全面佔領伊拉克的領空 好這個是他們佔領了伊拉克的領土 好那第二個例子講阿富汗 在2001年的10月7號到2014年12月31號 美國是對阿富汗的蓋達組織跟塔利班的反恐戰爭 那阿富汗呢也是被占領了 被美國占領 重組民政府自治 那是預定 預定在2014年12月31號歸還主權 給阿富汗的民政府 那也沒有成為美國的一州或美國人 所以說這也是佔領不得已轉主權的一個例子 好這是阿富汗的位置 旁邊是伊朗 這邊是伊拉克在這裡 這邊是伊朗 好這是恐怖分子 好接下來是琉球 也是並沒有割讓給美國的佔領地 琉球的例子是 尼克森總統當時 1972年 尼克森總統跟佐藤榮做首相 決定琉球這個 島鏈應該要回歸給日本主權 那管轄權轉移是在1972年5月15號完成 好有三個分別行政的一個區域 好那是屬於日本沖繩縣 由隆美群島以北屬於日本的陸兒島縣 琉球諸島以南是屬於日本的沖繩縣 好這個佐藤榮做呢 透過斡旋成功從美國手上拿回沖繩的統治權 所以納入了日本領土 這樣連同釣魚台 應該是尖閣群島 連同尖閣群島歸還給日本 佐藤榮做在1974年獲得 諾貝爾和平獎 好這是琉球的位置 好這是沖繩縣島 有駐日的美群基地 好這些紅色的部分 那這個是有牽涉到當時的 一個所謂的琉球密約 好加首納空軍基地 好那我們來探討 什麼叫做琉球模式 琉球跟台灣在法治上編入大日本帝國的過程 探討這個琉球模式就是來看台灣以後 要如何跟著琉球模式來找法理地位 第一個琉球 大日本帝國取得琉球 大日本帝國取得琉球領土的時間 是在1879年宣示主權 但是真正確認主權是跟著台灣的1895年的下關條約 才確認琉球的主權 第二個領土取得的方式是兼併 台灣是割讓 落實普及國民教育這個琉球跟台灣都有落實 實施增兵的時間 琉球是在1898年 台灣是1945年4月1號 當時美國在戰爭法的架構下 執行琉球 美國的佔領的機關 依照設立的時間順序整理如下 1945年4月1號 琉球列島 美國軍政府成立 這一天就是 那個 美軍就佔領了琉球 所以就成立了美國軍政府 那之後就成立了 8月份成立諮詢會 到1946年4月就成立沖繩民政府 1946年10月3號 就成立龍美群島臨時北部南西豬島政廳 好 到1947年3月21號 有成立宮古民政府 八重山民政府 到1950年6月15號 有成立臨時琉球諮詢委員會 到1950年12月15號 成立的是琉球列島美國民政府 一直到1951年4月1號 一直到1951年4月1號 也有琉球臨時中央政府成立 到1952年4月1號 成立一個琉球政府 那這個美國軍事 佔領日本流球的模式 就是 美國軍事政府是設立 沖繩民政府 宮古民政府 八重山民政府 那琉球列島美國民政府 設立琉球政府 那看這些時間的話 就是給台灣做參考 就是這些是民政府存在的證據 所以如果有人說 不相信有民政府這樣的制度這回事 那這個就是證據 當時呢有在戰爭期間 有一個開羅會議期間呢 美中領導人的會議紀錄 那他們是談到說 當時羅斯福總統 當時羅斯福總統跟蔣元帥是談到說 詢問說蔣元帥願不願意佔領琉球 那這個蔣元帥是回答 希望是透過這個 透過這個國際的組織來 國際的組織來聯合共同托管這個琉球 那他這樣的名義是說 他想用中華民國的名義 中華民國的名義 中華民國的名義 想要獲取琉球這個領土 他是想要佔領想要併吞 那當時呢有這個會議紀錄 那實際上在後來1952年的 就近三和平條約 有規定琉球群島 美國是琉球群島的唯一的治理當局 所以並沒有割讓給中華民國 本來是有美中共管的構想 後來是美國單獨佔領 那足以證明這個開羅新聞公報 並不能成為日後對日合約的條款 那這個很重要 那新聞公報只是公報 只是政治的協商 並不是正式的條約的條款 當時呢美國領事館 台北的美國領事館 有發出機密電報有提到 有證據顯示中國 中江企圖併吞這個琉球群島 他們想併吞琉球群島的主權 那至今流亡的中華民國還不承認 這個日本對琉球群島的主權 但是這並不會影響國際社會 承認琉球的主權是歸屬日本 好接下來是台灣 如果是依照戰爭法來推論的話 關於台灣的佔領模式 是台灣美國軍政府 軍事政府設立台灣民政府 台灣美國民政府設立台灣民政府或台灣政府 好那當時美國是委託 他們說並沒有親自佔領 他們是委託中國軍政府 所以他們成立的是台灣省警備總司令 然後民政府的話是成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那其實這個台灣省都不符合國際法 他這個只是想要 中華民國想要藉由台灣省這個名義來欺騙台灣人 說是光復節其實並不是 好那台灣的美國軍事佔領是在1945年10月25號 在地的人民行政政府呢 是到了2008年的2月2號 那這個已經經過了63年了 非常久 在二次戰戰戰期間 台灣所有的軍事攻擊都是美軍在進行 並沒有其他國家的軍隊 包括中華民國也沒有 沒有那個轟炸過台灣 所以沒有參與 所以因是在國際法下 美國是唯一的軍事佔領全國 有責任跟義務對台灣進行軍事佔領 當時呢1945年9月2號 邁克阿瑟有發出一個命令 那是委派蔣介石來受降 1952年的4月18號 就近三和平條約 第23條A 美國確認是主要佔領全國 而第4條B 有聲明美國軍事政府對台灣有拐轄權 台灣今天仍然是美國的佔領地 無誤 我們看一下 GENERAL ORDER NO.1 一般命令第一號 內容到底寫什麼 最重要的是這個 紅字 FORMOSA 以及法蜀的印度支那 就是現在所謂的中南半島 北尾16度以北 SURRENDER TO 對誰投降 GENERAL LISSIMO JOHN KAISHER 是蔣介石本人 這個元帥本人而已 並不是中華民國 並不是對中華民國投降 所以這個命令只是 指派蔣介石來受降 並不是指派中華民國來受降 也不是指派中華民國來管轄佔領地 所以他之後的很多行為都是違反國際法 犯了戰爭罪的行為 好那我們總整理一下 佔領地的平民政府 這個關島菲律賓 波羅里克 那這些都是領土 隔讓給美國的 美西戰爭隔讓給美國 那他們都在美國國會有設立法案 來成立有限度的自治政府 平民政府 他們各自都有設立法案 那古巴的話是佔領 並沒有隔讓給美國 這個南朝鮮、北朝鮮、琉球群島、台灣 都是佔領的例子 並沒有隔讓給佔領全國 當時南朝鮮的話是美軍佔領 USMG成立南朝鮮平民政府 後來獨立建國 北朝鮮是由蘇聯軍事政府來佔領 所以成立的是北朝鮮的平民政府 後來也是獨立建國 那琉球群島 二戰後是聯合國托管交給美國代行 1971年6月17號有簽訂 琉球返還協議 美軍交給日本 就回歸日本國 成為日本沖繩縣 那台灣群島的話是 戰後是日本簽了和平條約 放棄台灣的管轄權 現在是由所謂的 中華民國代理佔領 1979年之後 改為台灣治理當局 佔領至今 那我們了解這個 台灣被永久佔領的困境 在1960年 美國最高法院有一個判例 表達對台灣的看法 日本放棄對FOMOSA的主權 美國國務院的立場是 沒有任何國際間的協議 表明把FOMOSA主權交給中華民國 美國國務院 當時是指1960年 他講目前是指1960年 承認中華民國為中國的合法政府 也接受中華民國對福爾摩沙的管轄 這個只是政治上的接受而已 並沒有國際法上的法理基礎 1979年 美中建交公報 改變對中國合法政府的承認 當時就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 那1979年 就制定 美國制定國內法 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裡面寫的 對象主詞 是The people on Taiwan 並不是The people of Taiwan 那這個其實 意涵是 The Chinese people on Taiwan 其他的紫色的對象 其實是Chinese people 並不是台灣人 並不是本土台灣人 我們看一下 台灣關係法 這個法案 這邊是翻譯 我們先看紅字就好 Between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這個法案 是要牽涉到的是 美國人 這寫的是of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以及The people on Taiwan 不一樣 這個是on 這個是of 這是美國人 這個不是台灣人 這個指的是 上一頁講的這個 其實是The Chinese people on Taiwan 所以之後台灣人以為 這個台灣關係法 是規範台灣人 其實不是 好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Session 2有寫到 The President 美國總統 已經terminate the government relations 已經終結結束了 政府間的關係 誰跟誰政府間的關係 United States and 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on Taiwan 就是美國政府跟在台灣的管理當局 美國總統已經終結了這政府間的關係 所以表示這個所謂的 不管是講的是ROC 中華民國或是台灣自己當局 其實在國際法上完全沒有法理 基礎沒有法理的效力 在法律上來講 它不是一個政府了 這個是中文 美國總統以終止 美國和台灣同治當局間的政府關係 所以當時美國認為有必要制定基本法 那這都是為了政治的理由 在法理上是完全沒有基礎的 歷任的台灣自己當局所謂的總統或總督啊 除了蔣介石元帥之外 都不是美國總統有命令或任命的 所以其實後來之後的所謂的總統那些都是假的 所以也沒有任何美國有什麼法案或決策 將台灣自己當局從軍事政府的性質 改變成台灣平民政府的性質 那這是違反戰爭法 所以蔣介石集團在台灣的統治其實 完全沒有法理基礎 沒有法律效力 那它之後的很多管理的作為 其實都是犯了戰爭罪 包括1947年2月28號發生 台灣本土精英被屠殺 當時台灣人是日本國民的身份 台灣人是日本國民的身份 所以是蔣介石是殺的是日本人 因為當時的台灣人對某國日本的效忠義務沒有消滅 那中國佔領軍是以虛假光復台灣的名義 移轉台灣人效忠的對象 那這是違反國際戰爭法的戰爭犯罪的行為 然後還有1949年12月是以光復大陸為民意 徵遭本土台灣人服中華民國的兵役 一直到2009年還在進行 這是嚴重違反國際戰爭法的罪行 國際法的法則 有一些五個基礎法則 軍事佔領不得已轉佔領地的主權 第二個國際變更 應該要符合自動意願以及合法三個原則 第三個佔領國必須承擔 以及履行保護佔領地區人民生命和財產的義務 因此不得對佔領地人民危害人權 以及對佔領地人民既有的動產和不動產 侵犯權益或移轉所有權 佔領國必須避免借人口的移入或移出佔領地區 改變佔領地區人民的結構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而在流亡地執行管轄 蔣介石集團違反國際法的案件 中國軍事政府犯罪事實如下 1945年10月25號 本職是中國軍政府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違反前面前述獎的法則 佔領不得已轉主權 在和平條約尚未簽訂 戰爭尚未結束前 就片面宣布 日本台灣已歸屬中華民國 第二個 1946年1月12號 頒佔佔領國行政院的訓令 片面將法理上 具有日本國籍身份的本土台灣人 集體規劃為中華民國的國籍 1946年3月 起到8月分了7個梯次 驅離323,000名 定居台灣的和義日本國民 並剝奪他全部的財產 到1947年2月28號 對當時身份為日本國民的本土台灣人 展開屠殺及剝奪財產 1949年6月15號 實施避制改革 規定4萬元舊台幣換1元新台幣 形同洗劫沒收台灣人的財產 1949年12月起 陸續將約200萬的中國的殘軍及難民移入 日本台灣佔領地 這個是企圖改變這邊的人民的結構 1949年12月28號 強迫征兵 對本土台灣人強迫征兵 當時日本台灣佔領地的法理身份為日本國民 本土台灣人實施征兵 因為征兵涉及效忠國家的公民義務 依國際戰爭法規定 佔領國只能在他的外國佔領地征召人民是從事警察勤募 不可以從事軍事勤募 他將是移轉佔領地人民被宣自 對他母國效忠的公民義務 1951年6月7號 實施土地改革 公布施行對地主不利 對電農及流亡政府有利的 更地375減租條例 規定更地地租 租額不得超過主要作物 正產品全年收獲總量千分之三 75 1953年1月26號 實施土地改革 制定跟著有齊田政策 企圖消滅日本時期的中產階級小地主 使台灣的社會財富重分配 這個是為了他 融絡當地的人 方便他管理 到2010年6月29號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ECFA 它這個是企圖借經濟統一 誤導國際社會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好這都是蔣介石集團 中華民國政府的犯罪事實 那其實還不只這些更多 所以台灣人本土台灣人要知道 這個流亡到台灣的中國難民法理上 他還是中國國籍身份制境從沒有改變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觀念跟法理堅持 那台灣民政府是如何成立的 是由2006年10月24號 林志森的控美案成立的 台灣平民林志森等228名 在美國首都華府 向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聯邦地方法院提告美國政府 標的是台灣國際地位 與台灣人權保護訴求 這邊有暗號 好 這個是查得到的 好 2007年1月12號審訊後 被告美國政府代表國務院 向法院提辯解 說是政治問題 那請取消告訴 法官是判定 撥回國務院的請求 本案繼續進行 雙方開始進行12次的攻防 2008年3月18號 美國聯邦地方法院判定 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可以上訴 那要說明本土台灣人的定義 是在1945年8月15號 居住在 本土台灣人定義是1945年8月15號 那個時間點 是居住在台灣的台灣人 以及他的後裔 後來2008年2月2號 在台北成立台灣民政府 2008年4月7號 繼續上訴高等法院 這邊有暗號 2009年4月7號的判決 64年來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台灣人無國際社會承認的政府 人民資金人生活在政治獵獄 承認台灣人在美國 美軍佔領中 要求美國行政單位要主動協助 原告的訴求 2009年7月8號 美國最高法院受理本案 這邊有暗號 那最高法院的時候 美國公務院代表 美國政府宣布放棄抗辯權 那放棄抗辯權 表示原告在原神 對美國政府所有的高訴 敘述及法律見決 全屬正確 那國務院全部確認 這是本土台灣人二戰後 首次向美日太平洋戰爭征服責美國 依照國際法、戰爭法、就近三和平條約 以及美國憲法 提出告訴 兩千零九年10月5號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宣布 擱置本案代審 美國政府對本土台灣人64年來的行事 不再抗辯 表示全部確認 法院要求今後要依法正確行事 要依照就近三和平條約規定行事 好,2010年7月4號 台灣民政府在美國首都華盛頓DC掛牌運作 好,9月8號 在四季飯店舉行慶祝酒會 美國國務院、國防部、國安部、司法部、軍派員到場祝賀 美方出席貴賓百位 台灣民政府人員80位 雙方共襄盛舉 好,2011年1月14號到16號是第一屆 台灣民政府法理研習學院培訓完成 到現在是第八十一期了 好,這個是當時的掛牌酒會 這地點 好,這是當時的 當時出席的台灣民政府的代表 好,這位是當時美方派來派請來的主持人 那這位是目前我們台灣民政府主席曾根獻召 好,2011年1月5號完成台灣公民權利法案的草案 好,向美國政府報備作為核發本土台灣人履行政見和台灣公民身份證的法源 2011年4月18號 2011年4月18號 台灣民政府第五次去美國在台協會 承諾請願書要求美國軍事政府 早日履行親自佔領台灣的責任 也付日本交流協會承諾對日本的九項要求 2011年7月13號 舉辦美國國旗軍事佔領旗 日本國旗台灣民政府的升旗典禮 現場對國際實況轉播 好,2011年8月1號 接受本土台灣人申請身份證 好,這是升旗典禮 掛著旗子 2011年11月30號 美日軍事同盟 美日海軍友好會邀請台灣民政府 派員參加 到日本橫須賀美軍基地會議以及晚宴 好,2011年12月11號 台灣民政府 向日本禁國神社 三萬九千一百名台灣 英靈舉行衛林祭 好,150位內閣閣員 在日本皇居向日本天皇 祝聖誕 好,皇居歷史上首次出現 日本國旗以及民政府的旗幟 這是表達本土台灣人對日本天皇效忠的意思 好,這是日本皇居 好,這是同時由日本旗跟台灣民政府旗出現在皇居 而如果是天長節要進去祝壽的話 只能攜帶日本國旗 從來沒有出現過別的旗子 那這個是首次有第二種旗子進入皇居 2012年5月11號 台灣民政府赴日本琉球普天堅市 參加沖繩縣祖國復歸四十週年紀念大會 參與遊行 2012年7月27號 台灣民政府黑熊部隊成立 邀請秘書長林志勝 以及參議院議員長張文彥 日本國自衛隊少將大橋上校冰田共同主持檢閱典禮 好,這是黑熊部隊 2012年8月5號發動向美國歐巴馬總統請願的活動連署 內容是要求美國總統歸還二次大戰前 日本天皇所屬領土台灣澎湖 第二次請願的編署 內容是要求美國總統歸還二次大戰前 大日本國所屬的領土北方四島主島台灣澎湖 以及新南群島 好,2012年9月19號 日本前防衛廳廳長愛知河南 專程拜訪台灣民政府 秘書長林志森接見 好,12年的時候9月23號 台灣民政府訪問突博自治政府 好,由主席政跟縣召帶團訪問 好,這位是日本前防衛廳廳長愛知河南 這是秘書長 好,這是訪問 訪問那個印度的德蘭沙拉 好,拜訪達賴 好,2012年12月 組織220位內閣成員赴日參加 日本天皇陛下的諸壽團 2013年1月2號 台灣民政府正式在桃園中央會館掛牌 2013年1月23號 公佈美國成立台灣民政府的多項證明文件 好,這證明文件 好,這證明文件 有署名title TCG 好,這就是台灣Civil Governments 然後,發文的是 美國特區 美國特區 哥倫比亞特區政府 好,這是證明文件 好,這是證明文件 所以,美國政府單位有署名 台灣Civil Governments 所以,這個是很確定的證明文件 好,這張也是 好,這是美國的司法部門 好,發信的是美國司法部門 好,這個 受文者也是台灣Civil Governments 所以,這個確定是有證明文件 好,2013年8月15號 台灣民政府參拜日本禁國神社大典 2013年9月5號 2013年9月5號 再次到華盛頓DC舉辦酒會 以及記者會 好,年底 又一次天皇陛下的祝壽團集 參拜禁國神社英靈 好,這個是參拜 參拜平治天皇陵 這是大政天皇陵 昭和天皇陵 參拜 好,這個是 8月15號 日本禁國神社的祭拜大典 那這個當時 當時拍照的時候 剛好就是出現這個 日本的太陽旗的光芒 好,這是 9月份在美國 四季飯店舉辦的酒會 好,由主席曾根獻召發表重要演說 好,這是 酒會以及記者會 好,接下來 台灣民政府的聚首比試 好,2014年的1月1號是銀行會 2014年1月起 開始發力點召 好,這是銀行會 好,所以 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從2008年2月2號成立 已經 開始到現在 已經 有這麼多 活動 那個 這個 法理的 法理學院的研習 已經到了81期了 所以台灣民政府 為了台灣人 這個法理上的地位 做了很多的努力 以及有很大的成就 很感謝各位來上課 那今天 課程到這裡 謝謝 謝謝 各位同心請稍坐一下 好,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 謝謝蔣氏帶來的演講 好